唐山烧烤店打人案最新通报之后 大家最关心的其中一个话题就是 这群无恶不作的打人者到底要蹲多久的监狱 而他们背后的保护伞们又将受到怎样的法律严惩 在检察机关对陈某志等人提起公诉的消息当中 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细节 陈某志等人长期纠集在一起 逐渐形成了以陈某志为纠集者的恶势力组织 为什么他们会被定性成是恶势力组织 而不是黑恶势力组织呢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又是否会对量刑造成影响呢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回应 首先恶势力和黑恶势力的组织程度是不同的 黑恶势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黑社会 组织更稳定 结构更严密 有明确的老大 马仔 分工明确 而恶势力则是一个小团伙 内部分工等级都没有那么明显 其次不少黑社会组织有明显的公司化运作的特征 甚至在一个地方对一些行业进行了垄断 有明确的搞钱目的和一定的超能力 而陈某志等人则明显不具备这个能力 第三则是危害不同 是否在一定区域行业形成了反社会秩序 实现了非法控制 是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成立与否的决定性标志 陈某志等人当然也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对陈某志的惩处将会高高举骑又轻轻放下了呢 当然绝对不可能 根据律师和法律专家的介绍 法院在办理恶势力犯罪案件的时候 相比普通刑事案件 主犯得到的处罚会更重 而具体到陈某志个人 他所涉嫌的多个罪名当中 罪行比较重的有 开设赌场 抢劫和寻衅私事 如果这些罪名都成立的话 光是一个抢劫罪 就可以根据加重勤劫判处无期徒刑 即使严重程度不至于无期徒刑 他也有可能被判处20年到25年之间的有期徒刑 再加上其他罪名述罪并罚的情况之下 陈某志可能会顶格判处25年的有期徒刑 并且由于是恶势力组织犯罪 那么陈某志等人想要缓刑或者是减刑 可就很难了 那些放任陈某志为非作戴的保护伞们 也不能够逍遥法挽 事实上 他们有可能会以共犯论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的规定 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或职务便利 实施包庇纵容黑恶势力等犯罪行为的 因酌情从众处罚 事先有通谋而实施支持帮助 包庇纵容等保护行为的 以具体犯罪的共犯论处 而根据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发布的通报 对于充当保护伞的八名公职人员 初步查出了 违纪违法及涉嫌滥用职权 循私枉法 刑贿 受贿等职务犯罪问题 这其中就包括了唐山市公安局 陆北分局的局长马爱军以及机场中派出所的民警 陈志伟 说到陈志伟 他就是那个对媒体谎称警察在报警之后五分钟就赶到的民警 最后经过调查才发现 在接到报警的28分钟之后 机场中派出所的民警才杀杀来迟 而立民被查的光明里派出所的原所长范立峰 卷入了陈某志非法拘禁 殴打沙某凯的案件之中 当时针对此案专门成立了破案小组的正式范立峰 可事后陈某志却依然逍遥法外没有受到惩罚 但是这一次陈某志和他的保护伞们都已经无处可逃了 陈某志等人的所作所为不仅违反了法律和道德 还狠狠地践踏了公众的安全感 对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他必定要为自己的恶行付出惨痛的代价